2015年创业的时候 其实中国对二手这个词的认知很弱 我身边所有人都说 说我去收货二了 大家就觉得二手就是不要的 东吴文化的话 在台湾一直就是蛮成熟的 应该是了 因为它收日本的话 一下很深嘛 我知道台湾其实在全球 是挺新品的表现 还不错的 所以我其实一直想去台湾看看 我以为 吃不了 爱祝宁 好久不见 虽然我叫他祝宁 但是他的全名是祝他也一起 晚上是我从台湾回来 一年就回来这么一次吧 正好也可以碰上了 没在早两天我就不在 在干嘛 我在美国 谈投资人是吗 没有没有 很久没去美国 去美国看看吧 在AI新的向往 所以去球机山 纸二是做什么的 就是书品的二手计卖平台 通过自己的APP 跟销店帮助卖家 买他们的设置品 就是包珠宝首饰 配饰 服装 鞋 装和鞋 我们接受未穿着的 因为可能大家对贴身 包括鞋可能比较介意 所以我们鞋的橙色 和服装橙色都是全新的 纸二运营之际已经九年了 九年对一个新创的公司来讲 也很不容易 你熬过的最难熬的时候是吗 最难熬的时候在未来的 谁知道 当时祝你要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都觉得他非常的勇气可嘉 怎么会想到就是要卖20个奢侈品 也是个机缘巧合 我那时候因为我11年 从美国念书回来 然后就开始做投资 然后11年到15年一直在做投资 但是那时候做的很郁闷 因为那时候是个小朋友 是个annuals 然后也没有什么权利 觉得拿着别人的钱 投着别人的公司 那我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所以一直想做一些事情 那是我女朋友 就现在太太 她有一天跟我说 她想把包卖了 我不知道还有包是可以卖的 那时候我家门口的 一个现下的店叫中店 卖的过程我觉得很不流畅 大姐一直说 我好卖 应该来念很高的价格 那个价格我自己一瓶 你觉得那还不如不卖 这时候 但你也想一想 这个市场肯定很不大 因为中国人每年买了这么多的奢侈品 鲜肉品很多 这些东西因为它是奢侈品 那客单价比较高 虽然它是二手的 但你也不能扔掉 捐掉 送掉 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流转 所以当时就想去这个市场看看 我们那时候因为是投资人 所以约了几家公司 我也去了美国 去聊了这个市场 很多人不好的二手品牌 再加上我自己的生日是2月22号 所以我说天选之子 折我其谁 然后我就做二手 你觉得在中国这个市场 这个二手 这个中国文化够不 2015年创业的时候 其实中国对二手这个词的认知很弱 我身边所有人都说 我已经收不烂了 大家就觉得二手就是不要的 看不到它的价值 放夜做二手 我爸妈都觉得很丢人 但我觉得我很嗨 这个是太酷了 我不生产制造任何这一点的东西 但我可以完成一个商业模式 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通过 就是二APP扫码查价格 因为我们的价格都是卖家订的 所以它价格有可能时时都会变动 可能不一样 所以你上一秒扫的价格有可能 下一秒扫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你只要扫上面那个吊牌的二维码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价格啊 橙色啊 这个平台当中还有没有类似的 它是哪个卖家卖的 它的瑕疵图片在哪里 这些都能看得清 所以帮助你去做判断 我们店没有销售这个概念 所有的东西都是把获里整齐 把这个该负责的区域打扫概念 包括给用户做一些试碑试带 把这个东西从归坛里拿出来给它试 公司没有任何一个人 给销售业绩管用 就是它的收入 比销售业绩是不大感动的 那时候也确实是无知者 因为我没穿过严子 只要是我第一次创严 第一次创严就 还没死 蛮成功的 因为现在影响力也是有啊 因为我觉得像中式文化的话 在台湾一直就是蛮成熟 应该是啦 因为它收日本的话 有像生嘛 我知道台湾其实在全球视频 新品的表现还不错的 所以我其实一直想去台湾看看 因为去不了 对 你之前还问我说 在台湾我可以来看你 然后想说 自由行又没放开 你怎么突然就是要来台湾 我不知道 因为我突然没去过 我这次想去台湾 是因为我想去看看台湾的市场 我希望让侄儿走进台湾的 不能办旅游钱 然后商务钱 有退退后的要求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作为一个大陆人去台湾这么快 我听说台湾人来大陆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什么图示你很想去台湾也开一个这样子 其实是我们用户 请把我们在上海的店 在去年越来越多 台湾用户来到我们店 会跟我们的同事 包括我有时候也会在店里面 碰到有些台湾的用户 然后就跟他们聊天 我发现他们很喜欢我们家的模式 入室呢 这个台湾有用户说 台湾你让我想到了一家 家逛店的体验 自助是没有人跟着你自己试 因为喜欢就大家都不喜欢就放回去 我感觉很像图书馆 台湾用户对我们的热情 就让我受宠多惊的 因为我从来没去过台湾 对台湾的认知 除了从你 我会跟台湾的品牌公司的合作 我身边有一些台湾 又仅此而已了 但我的台湾市场也不了解 也不知道那边的用户 到底是是不是想绑商业零售 线下到底是怎么样 我都不在 就普遍我其实有看到过两家 大部分都是私人的 自己可能做很久 我觉得可能台湾未来新人吧 也会很需要像纸二这样的一个 非常自助式的购物体验 那东西也有保障啊 他们自己有这个奢侈品 可能也很想卖掉 然后同时呢 一些年轻人可能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又很希望拥有一款自己的一款 二手的 但是外界看起来是很不错的 做一个自己的礼物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 我自己觉得还是有的 大家觉得说是不是在台湾 也可能会非常的受欢迎了 也欢迎在安卓 你好友情 认识 打成了一个广告视频 怎么会这样 我请问 没有其实是很想 就是我的频道还是很期望 更多的做一些交流 彼此之间的更加的认识对方 认识真实的一样子 我也很希望一些好的东西能够去到台湾 方便大家的生活 它这个袋子是你们专门为 外马仕他们设计的吗 不是 它其实就是一种防损的袋袋 因为可能它有特殊的材质 或者是相对来说卖家有特别的要求 所以我们就把它保护起来 就是青蛇品牌 它要求把它保护起来 可以吗 你们也会 如果卖家有特别的要求 我们也把它保护起来 九年当中 有没有非常困难的折 一直不容易 对 你说真的最困难 就是那种生死时刻 至暗时刻还是有的 比方说二年 我们就差点倒闭了 钱的关系 还封城了 铺了两个月 那时候 因为我们的仓库在上海 所以不能发货 我们也收不到卖家寄过来 寄卖的东西 所以整个公司两个月是没有收入的 包括我们那时候 在成都开了新店 成都不久也封城了 这一年其实货品的运输 人的流动都不通常 过去了 那时候 其实挺suffer的 财员或者降息 我没有财员 倒不是说我多爱护我的员工 在商业上 其实你财员你是为了降本 对吧 但我们当时的疫情之前 其实我们就每年都是 融资 然后增长 但是整个公司是亏损的 大概亏损一个亿 每一年 通过财员要去降成本 你最应该财的其实是高管 因为高管一个人的薪资 可能是N个一线同时的薪资 但因为我们的高管团 一直是比较精简的 就是直线汇报给我的人 一直是困在个位数 所以你砍掉几个 你可能省了个几百万 但对于一个一年亏损一个亿的公司 其实不可能只要 基本上去拯救这家公司 还是要找到商业的正道 开源 虽然那时候人流动很不财 货流动很不财 但是你还是要想 那时候是顶住什么 看着钱 对啊就是 烧啊 对就是每天从口袋里面掏钱出来 对 因为还是有很多成本 对 对就是看心理注视看老天 仓库的成本 那员工是成本 看我成本 员工成本 还有很多人 很多成本 都是正常给的 都是正常给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哪怕那就是该怎么做怎么做的老板 我觉得还是可以给赞 谢谢谢谢 没有去过台湾 你只是遇到过一些台湾人是吗 对我身边有一些台湾的朋友 前两年 跟一家台湾的品牌公司合作 然后做了我们的品牌的肯造品 但是让我印象深刻 因为他知道我 我比较喜欢偏热门 然后偏可以深挖 品牌精神的一些公司 其实台湾在这方面 其实做的都挺不错的 然后就认识了他 然后说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台湾人台湾公司的印象 整体还是比较好 你有吃过台湾茶吗 我不懂什么叫好茶 但是我前段时间也喜欢台湾的一瓶葡萄酒 台湾南头有个酒庄叫卫石东 然后他出了一款 有木山这葡萄酒那样的葡萄酒 我觉得那个口感非常的特别 真的好 就是我合作那家台湾品牌公司 到我喜欢喝白葡萄酒 人肉从台湾背过来 然后我尝了一口 我觉得非常温润鱼 让我很难忘 所以我就拜托他在台湾 帮我寄了好多这块酒 台湾高粱酒或者是那个金门高粱 或者我上去我尝过 你是本来就不爱喝白酒 我可以喝 但是金门高粱是真的 是我心有余而力足 我是真的不行 像我爸这种很咸的金门高粱 金门高粱我之前是 都没有在聚会的时候 他们让我试试 酒精度数太高了 缠在嘴巴里不吞下去 然后点个火 我就可以喷火的那种 那这个白葡萄酒 你喝的是什么感觉 温润如玉 就像一个非常清新的姑娘出现在我面前 扎着她为鞭 然后那种感觉 我恨你好诗情话语 那在我们的影片最后 你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观众分享的吗 给我个机会 你能去台湾看看喽 他得也去过台湾 然后身边有不少台湾朋友 然后又开始跟台湾的公司合作 我也很希望 只要能够在台湾落地 包开我做商业的部分 就想跟台湾合作的部分 不过一个个人我也很想去台湾看看 我听说台湾非常人文 比方说我特别想去那个南投的酒庄 我想看看是一个什么样有情怀的装服 酿造出这么一瓶 很温润如玉的葡萄酒 然后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吧 所以期待你来的时候 我也可以好好的带你走一走 可以 没问题 那谢谢助你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在这里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 我觉得疫情也开始让我们思考说 我们整体公司的效率怎么样能够更高吗 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了一个转型 之前大多数人认识植儿 知道我们有APP 知道我们是一个平台 但现在我们在全国各个地方 开始开我们的大型的透明仓 所以很多用户第一次知道是通过透明仓知道的 所以我们也省去了原来巨额的广告费用的投入 因为我们每家店就是一个广告嘛 然后我们把服务做好也开始有口碑 所以我们把原来很多的广告费用给削减掉 等一下因为用户也可以眼见为时嘛 所以也省了很多售后的这个风险 疫情后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这个卖东西的意识 然后包括可能像我们其他的公司也在教育这个市场 然后大家渐渐说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卖 然后中国文化也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 所以逛电的购买的用户也开始增加 所以很多人说二手是一个抗周期或者是逆周期的行业 我觉得我们的感受也是在疫情之后 我们这个行业开始被更多人了解了 所以我们整体就慢慢开始有良性的利益开始产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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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